好端端的走在斑马县 居然被左转的车辆给撞到 住进医院 富人满肚子苦水 他也没有很快 可能是视角看不到 把我撞的倒在地上 就是他在转弯 左转右转 没看到 那个车子也不一定 一定要撞你 但是他没看到 中正区一二路末端 衔接中传路七巷 明明就有划设人行穿越道 但民众就是不敢走 原因竟然是 左转过来 因为都是很紧靠的行穿线 所以民众的话反应时间也不长 包括驾驶的反应时间也不长 所以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因为小车祸很多 他们说这边 这边大楼过来的 这边也可以左转 我们现在看得到的 车子也左转 仔细看 30公尺长的人行穿越道 刚好就在一二路末端 由于位置太靠近路口 让不少车辆左转时 容易产生视线死角 发生撞伤人 市议员员员美玲 邀请了交通处警察局等单位 现场会刊 发现行人穿越道的位置太靠近路口 建议往后延伸三公尺 民众被撞到是经常非常多的 所以因此我们要做的结论 就是把这个行穿线不要太靠近路口 然后往后延三米 然后我们还会再观察 这个结论就是说行穿线 往后移三米以后 我们再观察交通安全的状况 就是未来那个 我们这个单行道 就一二路底到中船路的这个单行道 我们希望未来是不是 可以考虑从信七路到 这个中船路口 可以做双向道 那比较方便这个交通通行 为求安全考量 嫌穿越道将往后延三公尺之外 再进行评估 而针对一二路末端 是否恢复双向道 地方也有不同的声音 记者黄少鸣金融报道